剛剛這個蝴蝶部分的效果 你們可能自己再調一下 我剛剛調了一下 其實我發現還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過已經算是接近了 至於說怎麼樣才會剛剛好 請各位自己再調一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陰影效果 再來的話 另外還要再把這個原來的蝴蝶 他希望再把他變出另外一隻蝴蝶 這個蝴蝶的話 他是希望把他放在這邊角落 這邊其實他也是蝴蝶 其實看起來不太明顯 他希望怎麼樣呢 他希望這個地方 一樣把這張去背的縮小 變成90% 放在右下角 並且設定圖層混合模式 圖層混合模式 今天我們用過 就強烈光源 所以基本上的話 就是大概有幾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把這個圖層 這個蝴蝶把它複製一下 按右鍵複製圖層 複製的話記得 你在選取的時候記得選這邊 按右鍵複製圖層 然後把它複製名稱叫圖層5 或者你可以叫圖層底線蝴蝶 也可以啦 給他一個名稱 那這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就多一個 那第一個他當然希望說 把它做一個水... 把它做一個水平的... 在水平翻轉回來 然後呢把它縮小 縮小的話Ctrl T 所以記得90的話 記得這個鎖先鎖起來 然後把它輸入90 OK然後打個勾一下 然後把它放在右下角的位置 至於放哪裡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大概這裡 所以翅膀大概這邊接近邊緣 那這邊線下去一點點 所以就是大概這個在邊緣 那這個線下去一點點 大概這樣啦OK 然後或者用... 如果... 因為滑鼠選的話 會比較... 間距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假設選完 就還希望它向右一點 你可以用鍵盤 鍵盤的話可以微調 像微調 然後向上一點點 好 那最後的話要把它變成那個什麼 像這樣子 有點像... 哇... 這個叫強烈光源 那怎麼設定 其實很簡單嘛 這邊正常改成叫... 強烈光源 找一下有沒有強烈光源 有 在這裡有沒有強烈光源 按一下 好 這樣的話 就有剛剛那個效果出現啦 那... 最後的話剩下一題喔 所以今天理論上就是把這一題做完 然後呢 剩下來就是... 一樣喔 再找一個簡單的變化題吧 把蝴蝶改成... 然後有個同學已經昏倒了 是不是 太累了嗎 這... 應該還好吧 這個... 簡單變化一下 或者是說你假設啦 不然這樣好了 你們可以喔 就是... 不用找其他素材 或者你想找別的素材也沒關係 或者你可以直接針對這一個 一樣的素材 只是說換個角度 換個什麼呢 換個塗層效果 然後把它重新塑造成另外一個樣子也沒關係啦 那個變化題我們就... 不要求各位一定要是... 另外找別的素材 不一定要說蝴蝶可以變成... 變成其他的... 變成這個其他的昆蟲 蝴蝶變什麼 反正如果你想要換也沒關係啦 鵝跟天鵝 鵝跟蝴蝶有什麼差別嗎 有改可以遮擾嗎 嗯... 好吧 OK 反正可以改 可以不改啦 OK 好 然後就是一個變化啦 把它變化一下 最後就是把蝴蝶這兩個字再加上去 所以最後就來到最後一個部分了 就是它說要怎麼樣 先把它上色 所以呢 上色的話呢 一定要先把它選起來 那顏色的話就255 2032 所以第一個的話我們先把它選 選最快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因為它背景是透明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選起來 好像我之前我沒有講過有沒有 直接選這個小說圖的地方按右鍵 它有個要選取像素 這個應該是最快的 有沒有 像素就選 如果你不會選沒關係 你用那個魔術棒工具把它選起來也可以 反正第一個一定要選 第二個要填顏色 填顏色在哪裡 你還記得嗎 編輯有沒有 之前我們用過嗎 叫做什麼 編輯填滿 填滿的顏色填一下 顏色的話就自訂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它會給我們選顏色 那顏色是多少 還記得嗎 R多少 255 然後呢 二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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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講說 像正照考試 很多時候 叫做什麼 二 有的時候 就考你記憶力 所以我發現 那時候真的是 氣好多 什麼東西都刪到腦袋裡面 然後馬上要用的時候 馬上用出來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是填滿這個顏色了 好 第一步就完成了 OK 所以呢 但是你會發現 跟原來好像不太一樣 為什麼它背後有白色的 為什麼我們後面沒有白色的陰影呢 那你想說是不是加陰影 其實它好像不是要求 我們用陰影的效果 它這個好像就是說 要複製另外一個圖層 也就是說呢 它希望就是說 把剛剛的這一張 再另外產生一個圖層 然後那個圖層比它大 大多少 大概大三個像素 外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剛好可以讓它 外擴三個像素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在選取裡面 我記得這邊有個修改 修改裡面有個擴張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希望 把這個選取範圍 再擴張一個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用那個選取修改擴張 那我們先複製一個好了 按右鍵 複製一個圖層 那這個叫蝴蝶拷貝好了 這個是蝴蝶拷貝 然後我們就是針對這一個 做一個什麼呢 修改 選取這個地方 把它修改 擴張三個像素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它的選取區域向外擴張 對不對 再來關鍵地方 因為它擴張之後 我重新再填顏色的話 填滿 我把它填成什麼顏色 第一 底色是白的嘛 所以把它填成白的 OK 按確定 你會發現什麼 它就會變成白的了 那如果白的話 我把它取消選取 取消選取之後 再把白色這個放到底下 有沒有發現 再把背景放上去 這個背景看不出來 如果你把它放到另外一張圖上 就看得出來 就這樣子 有沒有 它外面就有一個白色的輪廓了 好 最後來了 最後它有一個動作 它要求我們做什麼 做內陰影 所以最後的話 你把什麼呢 把這個黃色的地方 快點兩下 一樣 會跳出圖層樣式 找到內陰影 打勾一下 有沒有 然後設定什麼 這樣就好了 它好像只要內陰影 所以我只要把內陰影打勾 這樣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把這兩個圖層連結在一起 它好像有沒有連結 它好像沒有連結 不過我們 要把它移過去的話 最方便還是連結 所以先選這一個 按SHIP鍵 把它選下面這一個 把兩個選在一起之後 按右鍵 把它做連結 連結 記得按 不要選到那個小圖示 選這邊 按右鍵 把它找到連結圖層 連結完之後再按右鍵 把它複製圖層 連結完複製 複製到哪裡呢 PSA206這裡 所以你就選PSA206 按確定 好 過來了 看一下 在這裡 然後字的位置 看一下完成檔 它要放到這裡 所以大概上面留一點 這邊留一點 就把它移過來 OK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看一下 好像太上面了 好像太上面了 所以一直往下移 OK 還是太上面了 好啦 反正這個細節自己再移一下 那當然呢 如果說有一些不太接近的部分 請各位自行再微調一下 看起來好像它背後比較黑耶 為什麼比較黑 可能再找一下 看能不能把它變 再 然後這個可能陰影的部分 是不是要調 好 那細節部分 我就不再 花時間去調 你們大概基本上 做出類似像這樣應該就OK了 還有一個地方好像不太OK 這個好像沒有疊在一起 我這邊好像疊在一起 這個圖層 應該是再過來一點點才對 還是因為這個太過來 OK 反正再微調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試看